這個令小港地區的民眾非常的害怕 高雄市議員陳麗娜在市議會都委會報告上提出建言 關於高雄氣爆已經8年 但是石化管線卻還有7條在地下運作 成為隱藏的危機 若是加上高雄目前有的三座特殊性工業區的作業 勢必更會讓小港居民每天都惶恐不安 我們常常聽到會有公安事件有的沒的 常常都是在特殊性的工業區裡面 爆炸啦什麼之類都在這種地方發生居多 那高雄有三座那三座 林園林海工業區 還有我們現在所講的新材料循環經濟園區 都是特殊性工業區 那這三座工業區是連在一起的 那所以呢我在這邊要請教一下 就是所有都委會的委員有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當三個特殊性工業區都放在一起的時候 對小港地區造成的衝擊是什麼 你們對小港的生活環境的因應對策又是什麼 先重啟使用但是如何轉型 包括七櫃的後邊還有石化廠 合計有這十幾家的人他很難要生活下去 但是我把這七條管線八條管線 如何OPS把它顧好那是我的責任 我們市府應該要做的責任 但是又如何把這些公司或者是產業面 如何我剛剛也跟我們秘書長請教 他有一步驟一步驟的這個策略 有的是就地轉型 有的是指重大的不能移動的 就要移到我們的海邊 七櫃的這個旁邊 而左南區市議員黃文智則在質詢上提到 隨著台積電的即將進駐 原中油廠區的隔離區 除了綠帶的植備 也建議規劃停車場以及加入公共設施 甚至可以騰出空間作為傳承故事館 以並納入整體規劃 使得建設一次到位 未來這個隔音牆 是不是會因應台積電的進駐 與這個隔音牆要剃掉 那隔音牆拆掉之後 它整個面積 是不是可以來做綠帶的特色公園 包括地下停車的空間 我們的社區裡面 是連一個公園都沒有 那更何況說這個停車空間 在未來後進地區一定是非常的需要 我相信也值得 因為TSMC就在旁邊了 這個地區應該要成為一個 足以可以成為一個人本的社區 甚至是智慧應用的 我都同意 但是都要請我們的 吳文彥局長準備好了之後 就該開始通盤監討 高雄市未來城市的波花藍圖 都市計畫委員會 是否能將民意代表的建議付諸實現 在專業考量和經費運用 資助比較的天平上如何取得平衡點 也考驗都委會成員的智慧 記者李佳龍 高雄採訪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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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